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這個賽馬王的序號禮包碼 好,我們首先點擊右下角這個更多 然後在右上方這裡就可以看到這個兌換碼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那我們首先輸入我們的第一個 是這個 STAL 然後LION 也是RACE STALION ONRACE 好,兌換 有這個200金券、兩個大天使卡、兩個培育卡、兩個馬牌紅包跟3000個硬幣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參加升班賽完成 這裡有飛鐵廣告可以獲得這個賽馬品質 賽馬品質越好,班4月高 我們選擇一個賽馬 然後開始 可以加速活動 這樣就可以獲得這個廣告的 幫忙宣傳廣告就可以賺錢 然後我們現在去挑戰一下這個南非挑戰賽 我們這個其實是新手的 然後我們的小馬居 銀色的 然後要記得把我們這個 技能都放上去 我看一下 這個的話我們放在這裡 那這裡 策略值就已經不足了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先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個樣子 剛好都 分配到0 好,接著開始 我們的小馬居現在在這裡 目前來說是這個第五名啦 上面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衝到第1名了 那我們這邊還發動一個技能爆發 不過我覺得 小馬居好像跑在比較外面 這裡面的內圈的距離好像是比較低一點的 我們現在的小馬居要被超過了嗎 進入這個最後衝刺 還剩幾秒還剩幾秒 順利衝線成功 這樣獲得勝利 我們獲得一個按摩爐 接著 南非挑戰賽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現在來解一下這個賽馬訓練 可以提升這個賽馬的基礎屬性 我們前往這裡 這裡有分成短程中程跟這個其他的訓練 那我們就先來個短程訓練 我們現在的這個體力值這些都有在增加一點 那我其實呢我是想要把這個小馬居已經換下來 那我們就把我們這個小馬居的裝備都卸下來吧 把這個 我們現在是100 這邊都有一百多的 這個是早熟型 先發 而且他是長途馬 因為他種的實力就 已經多了 快要多少 七十幾喔 那我們再把這個裝備給他裝備上去 然後呢這個旋風馬鞍稍微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好一點 那接著是這個敏捷 那最後一個呢是這個 這個 全能馬蹄跟旋風馬蹄 用這個好了 看起來比較炫一點 看他綜合實力就一定來到這個655 好那我們現在呢再把我們這個小賽馬 去給他短程訓練一下 這裡 這裡可以夠夠夠 只要花一些錢他就可以升級 然後呢他這個 他不能一直按啦 就是你 一次訓練太多他要在等一段時間他可以繼續訓練 不過沒關係他這個訓練 這裡開啟一個貴族 這裡就是儲值的 就先不要理他 這裡裝備強化呢 就是要把這個 他身上的裝備 目前來說先把這個裝 強化一下 他現在這裡有96% 這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按 這樣就強化到加1喔 下面這個來強化一下這個 全能馬蹄 這樣我們任務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賽馬升到6班可以 接受更高等級 那我們就要選這個 6個班 然後選擇這個長土馬 我們剛剛的馬是這個長土的 長土馬先發 然後呢這裡體力值把他補下補到100 這邊他狀態都滿了都OK 是什麼班次不符 這個是7班 這才是6班 我們要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馬升到6班才可以去比賽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分配一下這個 技能點 這馬就是你要先打贏這個比賽 他就可以升這個階級吧 這個班就像那個階級一樣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小 小馬居 很輕易的就已經超出了這麼大距 然後接著進入彎道之後 他的第3階段又可以再發動一次技能 有沒有他這裡速度又會再增加 不過現在這裡看起來是有點 拉近距離的感覺 不過最後進入這個最後直線 這個應該是穩穩勝利 沒有問題 看這個畫面都快要 跑出去了 好 非常輕易的就獲勝了 看比這個第2名快了將近9秒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 幫我們這個小馬居 報名一下這個第6階的6班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馬居 有沒有一些比較不舒服的地方 都沒有 那就可以繼續 我們都是最後階段的從此 那這裡就平衡 這個升班賽 能不能進入到這個第5班就看這一次比賽 其實下面可以直接點這個跳過比賽 那我就直接跳過 那這裡就 就失敗了 看來我們還是要接著去提升這個賽馬實力 那我們現在呢 這裡 升班賽就已經失敗了 那這裡會解鎖這個娛樂中心 可以解鎖這個 他是叫我們升到這個 6班他不是 在比這個6班的比賽 然後我們就這邊應該 獲得一些獎勵 我們來鑲嵌一下這個寶石 這個寶石呢就是這個裝備可以裝備一下這個寶石 看你要塞哪一個 這個是可以塞幾顆寶石 然後接著是培育賽嘛 這裡就是 讓兩隻馬那個 生小孩 就對了 好我們現在 挑戰一下這個複賽 我們現在這個技能卷軸目前都 都不太能用 這個是有那個 限制的 這個有次數限制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跳過 勝利了 看第一名 以第一名的資格這個成功 獲得這個 3萬美元 3萬美元是多少 90萬台幣 還可以 獲得獎勵有這個汽車 或是只有這個大眾車 可以來這個遺跡探索 探索一下 東飛大列骨 好這個探索完就可以獲得這些交通工 不是交通工具啊可以獲得這些獎勵 然後呢現在什麼 賽道升級 這個可以選擇他這個草地的賽道 每次升級要消耗10顆精華 來這個升級完了就可以升級到等級C 讓他跑草地他就會比較適應 接下來再來挑戰一次這個南非挑戰賽的決賽 這個不是已經比過了 他是要讓我們來這個領下這個 領下這個獎品 南非是在這裡 來這個半決賽 還是我按錯了 沒關係這個可以跳過 GoGoGo 看直接勝利 不過他是第二名而已 我們看一下 對啊他是南非挑戰賽 要獲得決賽的前三名 我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順利成功 這裡體力幫他弄滿 最佳狀態 我們是忘記放他技能 不知道為什麼會輸 沒有放技能 沒有放技能也有 現在是第一名 好吧 那我們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那我們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OK好吧 那麼今天這個賽馬王的需要有辦法分享及事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